星期三凌晨,一名隐君子张俊华拿着手枪来到槟城巴都茅的一处载机场 开枪将妈妈、弟弟年仅三岁的侄儿和继父杀死,然后逃去无踪 大约一天后,民众在槟城吉乐寺附近意外发现张俊华的踪迹 民众于是马上拍下照片并联络警方 接到投报的警方随即赶到现场,暗地里疏散人群再布下天罗地网 不料嫌犯发现警方的身影后,马上往警方的方向拔枪 警方唯有开枪反击,最终将他击毙 当局随后将死者遗体送往槟城中央医院解剖 但由于死者家属决定不为他设立领堂 因此死者的姐姐庄丽萍从太平间领出遗体后 就直接将他送往火化场 简单的祭祀仪式后,工作人员开始启动开关 将死者的棺木送入火化炉 眼见亲弟弟即将被火化 庄丽萍再也安了不住情绪,失控痛哭 这起惨案中的其中一名死者屠福春也在同一天中午举病 当屠福春的灵车途经庄家灵堂时 也特意放缓了速度 但庄家家属只从灵堂内望着灵车离去 并未上前祭拜 如今,罪孽深重的死者已经化为一缕青烟 留下的是给活着的家人不尽的伤痛 更快的 在家属中的死者 咱们所在哪一 бел个 编绥呢 Effect这些情绪 有 很多 有